最近有个阶段 很多人问我 小野六花哪去了 小野六花怎么还不回来 小野六花是不是消极代工了 他停更的原因我并不知道 但是我凭着他最近几个月的一些事情 可以做一些没有证据的猜测 当然这只是猜测 2020年4月13日 Moodie预告了一位神秘新人 这位新人特别的神秘 虽然Moodie上架了他的预定链接 但是没有作品封面 没有预告 没有写征兆 仅有一个标题 和一张平平无奇的文案介绍 这也是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 Moodie在当时给这位神秘新人 做了一版B地碟 要知道 Moodie并不会为所有新人都做蓝光碟 更何况是因为连封面都不给看的新人 也俏俏是这波操作 让这名新人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 一度打入了翻杂的通放日榜前50名 这位新人就是小野六花 在4月16日的时候 Moodie终于放出了他的照片和信息 一位来自ERPRO事务所的新人 成为了Moodie的专属 其实从艺名来看 小野六花在Moodie的分量是举出轻重的 从九重缓奈开始 到后来的七折美亚 以及2019年度 年度三剑客中的巴木奶奶 在2020年度出现的小野六花 便是Moodie交出来的年度打卷 小野六花确实很强 强得让同期出道的选手都感到绝望 仅凭几张剧照 便自霸了当月的翻杂销量版单 仅出道一个月 就进入了翻杂2020年度上半年销量榜单中的第四名 同时也成为了翻杂月刊中 2020年度夏季最受欢迎新人票选中的第二名 同年8月 在周刊Flash的2020年度业界演员排行榜中 他排在了第21位 而在翻杂年度演员榜单中 他位于第38位 仅次于第30名的二届唐梦 成为了去年销量排行第二的专属性能 但是二届唐梦的出道时间 比小野六花早了将近三个月 所以小野六花在2020年度 可以称得上是北都集团旗下的专属演员中 最黑的那一匹黑马 其实小野六花的出道介绍很短 提炼重点也只有一句话 18岁出道很害羞 但是他给观众的形象太好了 观影评论家在周刊Playboy上说他 有着让观众烧动的可爱 作家折目意宴在翻杂月刊中 说他精致的美丽就像是钻石一样 就连Playboy在说起他的出道做时 都说这是爆发性的大成功 相同的评价并不在少数 就连某18线小编武藤南都说 2020年度5月出道的最强黑马 是以白杀叶香和小野六花 也就是凭借着出道集巅峰 小野六花直接成为了Moodi的主力选手 仅仅半年的时间 他便展现出了不落于M厂前辈的人气和买气 但是小野六花其实有着自己要做的事情 你可能会想为什么18岁就出道了 其实小野六花的出道经历是比较简单的 他是受星探的邀请而入行的 小野六花在高中时期就参加过了某个偶像团的海选 一开始是因为同学邀请他一起去 他说每天有空闲的时候就排列唱歌跳舞 但是最后因为学校的原因他放弃掉了 在高中毕业之后 可能当时有参加海选的经历 让星探找到了小野六花 当时有两个选项 去当地下偶像 或是从业界开始征集人气 后来小野六花就选择成为了一名业界演员 而他也确实在业界成为了新生代的偶像 出道集巅峰 一直到现在都是巅峰期 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小野六花其实一直在跑活动 他是属于比较幸运的新人 因为一出道集巅峰 所以二普罗事务所在给他做宣传活动时 就显得锦上添花 访谈和综艺节目上了不少 人气也发展得很快 他在出道一周年时迎来了他的特殊企划 除了Mudi单独为他搞出的一系列活动之外 小野六花还发起了另外一个企划 就是他想发行一张CD CD是以众筹的方式去做的 但是这是怎么说呢 原定筹集220万的目标实际上只达成了一半 虽然不知道这样的情况 会不会让小野六花感觉到挫白 因为能看出来 为了促成这次众筹 小野六花特意割掉了一段时间 四处跑活动 不过这张CD还是会自作下去 很多人都发现 小野六花在8月之后就割掉了Mudi的发展日 我想他应该是从5月份开始 就准备要去做这张CD 在前几天小野六花说 自己是那种会随着赞美而成长的类型 我想他应该是希望得到更多的认同感 其实不是他的人气低 而是作为观众来说 其实并不太关注他发CD这件事 只是对于这件事来说 他应该是抱着很认真的态度去对待 早先时候 看过小野六花刚出道时的访谈 他说 他做事总是三分钟热度 比如说仰我起坐 坚持两个月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 后来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 他开始健身 问他为什么 他说这是一份可以被人看见的工作 所以想要有一副漂亮的身体 要是听到有人说 我最近的脖子变得好看了之类的 就会觉得很高兴 我想他确实是如他所说的那样 想要在赞美中去做好一件事情 在这个过程中 小野六花应该是有先想法的 我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选择出道 是否抱着某些追求而来到这个行业 但是我大致也能感受到 他有自己的事情要去做 也找到了一些自己追求的东西 也是在这个阶段 小野六花为喜欢他的观众带来一份礼物 和NPG合作的神秘周边 也是趁着这个双11阶段终于赶上了 和他一样的小巧 和他一样的精致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选择了解一下 而小野六花也并不是要消极代工 从今年3月他和NPG展开合作时 就能感受到 他还有很多要做的事情没做 所以给他一点时间 过不了多久 他就会回来的 这个阶段他确实是因为CD的事比较忙碌 对我说 感谢观看